今天希望讀取某个档案 不过这个特别注意 这个档案 我是把它放在哪里呢 放在我的云端白板 我们云端白板的最下 这个每个单元的最下面 这个我们今天是第五个单元 那底下的话呢 有一个叫member.tst的这个档案 那这个档的话 请各位把它下载一下 那下载方法特别重要 请你把它先打开来 那因为我需要把这个档案 变成下载成为一个tst档 因为你档案里面有个下载 下载成所谓的tst的这个 tst这个纯文字档 特别说 请你下载是对的格式 不然的话 之前有同学是下载成.doc那就不行 因为.doc的话 你还用另外一个外挂 才有办法去处理那个.docx的档案 那tst也不用 因为tst是从文字 里面没有放任何的其他的东西在里面 那第一个的话呢 我们先把这个档案下载 下载下来之后的话呢 那我是把它存在这个下载区里面 在这里啦 有没有我是把它放在那个c里面 它因为固定放在下载这里面 有这个档 那如果说我今天呢 我希望把这个档 在python约帮我打开 就开档就好了 那怎么开档 第一步的话 我们几个方法 第一个的话 请客先把这个member.tst 右键把它复制 复制之后的话 直接在src上面按右键 再把它贴上 我们直接呢 模拟像刚刚的状况 如果我今天呢 这个member的话 直接已经贴上了 那贴上之后的话 会放在这边 member.tst 这个地方的话 就会有一个 member.tst的档案呢 在我的根目底下 OK 那如果说我今天呢 要把它开起来的话 怎么开 三行程式都打开了 f 等于open member.tst do.r 有没有 然后呢 再来就是怎么样 再来就是把它用read 全部读进来 print s 就可以了 OK 所以特别说 如果你今天呢 要开启这个档 那已经有member 对不对 那下一步如果说 你想要把这个档案 给开起来的话 怎么写比较快 ok 所以第一步 请各位下载 那个member.tst 贴过来 那第二步的话呢 只要三行 f 等于open 刮弧 然后呢 跟他讲说 我的档案在什么 member member 这个不要打错档名 跟副档名一定要打 然后后面的话就 豆点 加一个r就可以了 然后再来就是什么 这个s 等于f这个物件里面有个叫reader 因为我们刚刚是用readerline 不过 readerline只会读到它的第一行 那s里面就放一行 那这样没办法全部读 如果你要全部读取就read 最后把它print print s就可以了 好 那可是哦 这个地方会遇到一个问题 什么问题呢 因为member.tst 这个档案是从google那边下载的 那 特别是哦 我之前有讲过 google它是用utu8的编码 但是 微软它不是用utu8 所以啊 如果你现在开的话 它第一个会 遇到第一个问题 执行的话 它会跟你讲说 你这里面的编码我看不懂 因为 现在 这个环境 是在微软的环境下 所以它预设的编码方式 是用cp950 其实就是big5 就微软自己的编码方式 哇 那就不行了 所以怎么办呢 如果说呢 你这个档案 是非微软的软体所产生 你想想说刚刚为什么可以 因为刚刚我们是在自己 有没有 环境下按右键新增的嘛 那就没问题 可是如果你是从非微软阵营 所产生的档案 汇进来的话 那你只需要 再加一个参数 什么参数 do.r 后面加一个do. 编码方式跟它讲 有个参数啦 叫encoding encoding encoding等于 你跟他讲 诶 这个参数呢 叫做utf8 utf1-8 诶 这样的话呢 他就知道说 你这个档案 是从那个 google上面下载的 所以你的编码不是 用那个 微软的CP90 诶 他就看懂 这个时候的话 他就不会用CP90 去帮你开这个档 而会用utf8 帮你开 那这样的话呢 你就把它再执行一下 你会发现 档案会讀取成功 encode 打错了 encoding 多一个n encoding 等于utf8 执行一下 这个时候你会发现 哇 马上就读取成功 有没有看到 这个时候的 资料呢 就全部都进来了 应该可以理解这个道理 有没有 而且程式里面真的非常非常少 只会多这一行 这编码吧 当然有同学说 老师那可不可以 这个地方呢 我如果不希望说 还加这个 我可不可以把它改编码 改成什么 改成就是用微软的 的编码方案 这后面这一行可不可以不要 其实有个方法 教各位 如果你现在的这个位置 我看open with 把它用什么 用那个记事本来开看看 external 其实有个方法 或者是说 像 如果你要变更那个什么 像member.tst 你把它打开 它会是用记事本开 那有一个方法 可以把它变成 就是说 它原来的编码方式 是utf8 你如果要改成用微软的 可不可以 那改的方法 你可以用另存新档 另存微 可以 那其实最 最 最重要的部分就在这里 编码 有没有 其实用记事本就够了 有没有 记事本里面另存新档 这个地方就有编码 那如果说你今天 假如不要加那个去数的话 你也可以另外一个方法 就是把原来 它的编码方式是 utf8 改成ansi 就可以了 其实这个ansi 它名字一堆 什么cp950 什么ansi 什么ms950 又什么big5 其实都是指同样的东西 OK 那我们怎么 直接把它存档 好 这个时候 如果你把它存档之后的话 把这个再复制 重新盖过去 复制 再重新贴好了 把它取代掉 好 盖过去 那这个时候呢 你就不需要这个叙述了 如果你把这个叙述拿掉的话 执行 那你会发现呢 刚刚的这个问题 也不复存在了 OK 所以哦 以后如果你遇到一些问题 像什么 你用微软的一些产品 所产生的 存的档 它基本上呢 都不是utf8 那但是如果你将来要把这些资料 把它转到 像什么其他的软体 像Google 像MySQL Oracle 或者是其他的 软体阵营的话 那他们都utf8 那这个时候呢 像资料库转档就很容易出现亂 有没有 有没有 就是比如说像有些 Excel要转成 转到MySQL 或者转到Logo去 诶 奇怪乱码 啊 其实很 我是建议啦 干脆 你就什么 全部都改成同样一种编码方式 就好 我是比较建议啦 通通用utf8就好 像我的习惯是 反正存档 一直用utf8 这样两边都match 也就不会有乱码 可是问题啊 那我要怎么样把那个 就是微软的东西 变成utf8 很简单嘛 打开记事本 有没有 另存 如果他用 就是 微软用的 所产生的这个 档案格式编码 是n 你可以把它改成utf8 就好了 把它储存 这样的话呢 它的编码方式 就是utf8 你再给其他的软体用 就没问题了 所以特别是哦 以后 如果你要转换编码方式 最简单不用其他工具 记事本就可以了 OK 这个当然未来还会遇到 就是 所以我们这个地方 我是建议 干脆用它预设的 因为这个从Google下来 我们还是一样 用那个 就是utf8 所以我这边一样把它改 改成utf8 所以特别就是 豆点 encoding 所以这边的话可能要稍微记一下 encoding 等于 后面双引号 加上utf1-8 这样就OK了 把它执行 因为我把它盖过去 所以 这样又恢复了 所以两边转码 大部分原因都是出在 微软它跟别人不一样 所以呢 如果你为了避免那个乱码的问题发生的话 干脆全部都改utf8 OK 那可是问题来了 再来的话 我虽然已经把所有的资料都读进来 但是 如果我今天希望什么 改一下 我希望 我要的资料不是全部 我要的资料是 我要前10个会员 第一个 现在是全部吗 全部几个 1到50 50个 我只要前10个就好了 第二个的话呢 我希望 取得姓名跟手机就好了 两个栏位 诶 所以我今天 可能有什么 有资料限制 这个来源的那个范围需求 那怎么办 诶 可能要想一下 第一个 你可能要把read 改成什么 有没有三个方法 realize是独一行 你可能要 改成什么 realize realize是 一行 有没有 一列一列的帮我 把它读进来 第二个的话呢 我就限制它的 读进来的范围 什么范围 我就for i in range 有没有 那我就从什么 前10个嘛 那这个是0 这个是1 我就读到什么 读到第10就停下来 那就11 有没有 就10个人了 所以特别是 如果你今天 你要有笔数限制的话 可能 你就用read 可能就会是一个问题 不过其实如果read的话 也是另外一个方法 就是你可能要切割 但我觉得还是太复杂 你刚才用realize realize之后的话呢 它就可以限制说 你读进来等待几笔 然后再来什么 还要切割 我要留姓名跟手机的话 那这怎么做 因为今天时间可能差不多了 最后我先demo 就长得像这样 就是大概也没多几行 就是把它读完之后呢 把它做输出 你会发现 10个人 然后 10个人有没有签10个 另外呢 我如果希望 姓名跟手机就好 其他人会不要 那就要怎么做 请各位试一下 画面还给各位 读档的部分 那未来 当然如果说 你会读档的话 那你就会什么 外附的档案 或者甚至未来 还有从那个 人家给你的ERP 或者是说 只要有外附的档案 你就可以用类似的方法 可以把它读到你的python 那做 这个对应的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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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应的处理 对应的处理